大家應該看完上一條影片 上一條影片大約講到 如何計算Rage of Reaction 還有計算Average Race 以及Instantaneous Race 假設你有做過一些題目 這條影片就已經開始講到這一個部分 就是講這個 有什麼因素影響到Reaction Race 但是呢 簡單講四個因素這裡寫出來 一講就聽一明白 第一個因素Concentration 第二個因素Temperature 第三個因素是Surface Area 第四個因素是Catalyst 這樣講就很廢 怎樣可以明白這四個因素呢 跟著我講的話就很重要 你要知道一件事叫Collision Theory 這個是在你們37課 我跳一跳先教了這裡 因為先教這裡 你會比較容易明白 第36課碼的東西 那什麼是Collision Theory呢 就是 我們假設一個反應 它可以發生的話 它一定要發生碰撞 而且不單止是碰撞 我們會有個Term 要是一個Effective Collision才可以的 Effective Collision 有效的碰撞 那什麼為之有效的碰撞呢 我先講到結論 結論呢 什麼叫有效的碰撞呢 第一個 就是要有足夠的Energy 足夠的Energy 第二個因素呢 就是Orientation 什麼叫Orientation呢 即是你撞 OK 但你要撞一個對的位置 你撞錯了其他位置 它都不會發生反應 是Effective的話 就一定要符合這兩個條件 本書界有一些圖給你看 那是什麼意思呢 譬如這裡 發生的反應 有上面跟下面 上面一個是一個失敗的反應 In Effective Collision 失敗的反應 下面呢 都是In Effective的反應 好了 為什麼上面In Effective呢 你看到它這個反應大約是這樣 其實它希望做到 A2加B2 變成兩個AB 它是說這個反應 其實 你可以看到 這顆是A2 這顆是B2 好了 它現在撞了 但是為什麼這個 是In Effective呢 就是它撞不對 即它的Orientation是錯了 所以怎樣呢 它就撞不到 好了 那下面這個Case是怎樣呢 就是 好 它正面撞到對方 它可以A和B 可以重新做Bond Forming 應該理論上 但是 問題呢 就是這次 它是一個低一點的速度去碰撞 即是不足夠的能量去碰撞 不足夠的能量去碰撞 所以這兩個反應呢 都是 我們叫做In Effective Collision 好了 那真的對 就是你下一頁這裡 就是我們說呢 它是一個對的位置 現在它在這裡撞到 就A和B是一顆 這裡A和B是一顆 這裡的A和B是一顆 這個位置是對的 另外呢 你要有什麼呢 就是要有足夠的速度 足夠的速度 其實我們不應該用速度 在碰撞裡面 要足夠的能量 當它對的Orientation 足夠的動能 Kinetic Energy Kinetic Energy 是動能 的時候呢 它就可以發生到反應了 那呢 所以是兩個條件 再說一次 第一個 是一個 R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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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rientation 或者 Correct Orientation Orientation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是 Sufficient 的Energy Sufficient U? 啊 不懂 Subficci 算了 不是 好了 就是這樣 好了 那之後呢 又出現一個증er Activation Energy Activation Energy的中文叫活化能 活化能就是什麼? 剛剛講的Energy 它的反應需要最少的能量就是活化能 如果我們用Energetic的角度去考慮 我們會講同一個反應 例如這個是A2加B2變成2AB Energy模式應該是這樣的 在這裏就是A2 還有加B2 然後到這裏是2AB 我們之前學過一個反應要發生 這個高度我們叫NVB Change 但我們會說所有這些反應發生 都會牽涉到兩個步驟 第一個步驟呢 這個步驟我們叫Bond Breaking 去到這裏就拆散了 去到這個位置我們叫Bond Forming 這個Activation Energy是在說哪裏呢? 其實就是在說這裏 其實就是在說這一個位 這個位我們就叫Activation Energy 這個符號呢? 我們會有一個符號的 EA 我們在TOPIC第十三 五十三 五十三破的時候 會詳細地講關於Activation Energy的概念 以及去計算 這裏大約是這樣 好了 這個Collision Theory 就是來個總結 就是什麼呢? 如果我們平時會想 這些東西撞在一起就發生反應 但其實真正這粒子碰撞 大部分是發生不到反應的 只有它符合那兩個條件 才會發生反應 那不再重複了 哪兩個條件 就是這兩個條件 反應速度就是在每個單位時間裡 發生了幾多次有效的碰撞 如果發生的碰撞越高 反應速度就會越大 即是發生的碰撞的數目 每個單位時間越高 就會越快 這個Collision Theory應該很容易理解 所以現在回到前面改頁 即是三六七八一開始 我們去理解這四個因素 就會很容易明白 為什麼很容易明白呢? 首先濃度 第一個因素濃度 C O N C 為什麼濃度呢? 譬如大家都是這個盒子 我這裡只有兩顆粒子碰撞 這裡可以有 譬如六顆粒子碰撞 這個我們叫高濃度 我們說它是高一點的濃度 這個是一個低一點的濃度 在低的濃度情況 每一秒可以發生的碰撞 一定會少於高濃度每一秒發生的碰撞 所以一般情況下 濃度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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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應速度都會越快 這個就是一般的情況 可以嗎? 一般的情況 OK 好了 第二個因素 第二個因素是 Temp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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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比較複雜 但如果你們中三 學得OK的話 也不會太難的 你們應該有學過一件事 你要知道 當溫度上升的時候 Kinetic Energy 粒子在動能 因為那些粒子在陣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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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溫度越高 就是它陣得越厲害 那陣得越厲害 那怎樣呢? 譬如這兩個 又是畫兩個情況 這次呢 大家都是兩顆 但是這個呢 震幅呢 就是這麼多 就是它會這樣震 這個呢 就會這樣震 但是這個是這樣震 這個是這樣震 這個是這樣震 那當然是這個 這個Temperature 是低一點的 這個Temperature 是高一點的 那很明顯呢 在這個情況下 這兩顆粒子 碰撞的機會率是高一點的 那所以呢 一般情況下 Temperature 越高呢 Rage 也會越高 那這也都符合我們 一路學的東西 我們一路學都是 怎麼說呢 一路學都是 我們如果想反應快一點 就煲它 煲它 就應該快一點 所以這兩個 我們都是以前學過一些東西 不過我們就用 有一個Collision Theory 去解釋詳細 然後到第三個因素 第三個因素 就是Surface Area 這個可能 你少 也不能說你少見 但是 你去理解它的時候 你要 有多些反應的觀念才可以 那我講一個例子 給你聽就算了 怎樣 Surface Area 譬如 現在的反應是一個固體 譬如 Sodium Hydrogen Carbonate 和 HCl的反應 HCl的反應 我們會怎樣說 這個Sodium Hydrogen Carbonate 加進一杯HCl裡面 HCl裡面 如果在這樣的情況 怎樣呢 在這樣的情況 如果它是一顆 扔進去 和它是 一個粉末 這樣 散進去 這杯東西裡面 大家相信都會知道 如果Powder 這樣扔進去 應該反應會更快 為什麼呢 其實很簡單 你這個 如果扔進去之後 它可以發生 碰撞的表面面 面積只有這麼多 但是如果這個扔進去 它可以發生的表面面 面積大很多 可以發生碰撞的表面面積大很多 那就是 Number of Effective Collinium Per Tide 是增加 即是Reaction Rate 增加 所以 在這裏 就是 Surface Area 增加 Reaction Rate 都會增加 這是第三點 第四點 就是Catalyst Catalyst 為什麼可以 增加 反應速度 這個我打算之後再教你 簡單一點 一句說完 就是 因為 Catalyst 可以 Decrease Activation Energy Activation Energy 就是發生 有效碰撞 所需要的最低能量 如果Activation Energy 低了 即是容易發生有效的 風狀 即是反應速度高一點 簡單說 就是 Catalyst 可以Decrease Activation Energy 就是這樣 這裏是關於 Collision Theory 的一些學習 你學完這裏 我才會教 那些 method 這條是第一條片 OK